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机警的其实呢统一的机警的视频视察的话是在3分钟左右 因为其实我的机警都相对于比较长了 4到5分钟就算长了 不像5点级的5点级的话是没有这个时间概念的 都在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对吧 然后对于这次的机警呢也是一起爆破的机警 当然了还是顺据 然后呢本期的这个视频的机警这个视察就比较长一些了 也是因为看底下评论吧 经常有人说我这个视频时间太短了 看他不过瘾不爽嘛 然后我就满足你好吧 那本期视频呢就6分45秒 本来是做成7分钟的 后面想想6分45秒也可以 然后当中呢这视频也是有1v7 1v6 6连杀都是有的 最少的话也有4连杀 然后呢也是顺据4连杀 然后其实有很多人讲这个看起来打得很轻松啊 其实没有那么轻松 因为对于充分局来说的话 稍微一不注意就要死了 又要掌握好这个时间 他的这个运气成分也是占一点点 但特别的话还是准度的 稍微偏一点都不行 然后呢你们看起来这个视频很简单 但打起来吧 打起来的话就很困难的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对吧 然后还有好多人说我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对面的演员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我都不愿回答了 打游戏什么亲演员什么 情绪POPPV什么东西的 我也听不懂说什么呢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人说这个视频里面容易爆出口 然后我就想说吧 爆出口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本来就是一个脾气的问题 就这个套性吧 我愿意看着看 你要想看那些不爆出口的 对吧 我也没逼着你看我视频 然后我打游戏就是凑起 你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的话 我就拿刀夹你脖子 逼你看 然后对于那些黑粉的 我就不一一去回答了 好吧 然后 还是那句话 喜欢的继续 喜欢喷的话 就继续吧 然后支持的也继续 对吧 然后呢 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对吧 然后呢 我当然也知道很多人 还是喜欢我的视频的 然后我继续我的风格吧 因为毕竟脾气这个问题 是改变不了的 我打游戏这个 爆出口 对这个游戏 并没有什么 影响对吧 每个人都有每个脾气 有时候跟朋友一起玩 那玩玩玩玩玩 就可以夹你 那很正常 这大老爷们 你们有点脾气吗 对吧 然后我就不闲话 不多说了 大家看视频吧好吧 然后对了我那个直播平台的话 是在这个熊猫TV 然后有愿意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夹着丢权和丢权 然后喜欢的话也可以加 然后我就不影响大家看视频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快点又灭了 有点灭人有一个 掉了 一大一个人 这把他卡点了 这把队友死完了都 中路要上能了估计 我们感觉中路要上能了呀 你感觉中路要上能了呀 感觉中路要上能了呀 这人哪里打死他 你哪里打死他 被打死他 這槍斜多一架了 没臊字 关门 - Perso similar to the Question Flish Bomb 略大散能了 猜拼牌 一直盼 板花 啊 我耳機沒帶 聽不到聲音,你媽的 好像在B小寶的 A 得L級了 吵你 B小寶,最後一個B小寶 我知道 4寶也來不及了 我敢沒得L級 NICE掉了 我這把不同也有點散了,我去他們講了 神普導彎 神普導彎 他帶個橘子 A2點,高手子龍 這個B把把這個等我的